个人来讲 揉这个穴位 揉了很长时间 就是这个太冲到行肩 因为我在书中写的很详细 大家觉得这个太冲到行肩啊 既然是消气穴 又能治疗那么多的疾病 太好了 我一定要多揉 每天都揉 然后他在我的博客上反馈 给我说 我把这个穴位已经揉破了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情效果 怎么回事 我说了 你揉破了 绝对揉错了 揉破了就在皮上使劲了 肯定是揉错了 真正我们需要在肉里使劲 因为这个太冲这个穴啊 在大指和二指缝隙间 是在骨缝里边 这个穴很深 我们需要把指甲剪平 然后掐的方法 才能揉到这个穴 必须用掐的方法 揉到这个穴以后 然后往下擀 一直把这个痛点擀到行肩去 当痛点转移了 太冲不痛了 行肩痛了 这个初步的操作方法已经完成了 如果说我行肩还痛 我想把行肩再揉了 那更好 那把新火也顺便散了 其实来讲我们把干火散了 就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 新火它可以自己就散 关键是干火散不出去 它会郁结在里面 一到达新火了就散出去了 但是说我为了达到一个更加舒服 更加愉悦的那种感觉 把新火也要散掉 现在咱们讲了干净的两个穴 再接着讲一个穴 这个在内怀上 内怀骨 上五寸的地方 五寸怎么找呢 就大概齐的位置 因为每个人腿长短的不一样 胖瘦也不一样 外环上五寸 就是四个指头 并在一起 通常叫三寸 然后再搁三个指头 大概的位置 就在这里去找 找一个最痛最敏感的点 有一个穴叫梨沟穴 这个是一个 梨沟的梨是一个什么意思 梨字 梨字上面是一个缘分的缘 右半拉 同时也是这个盖房那个船子的 房的船子的右半拉 底有两个虫子 就是虫子在磕木头 勾是什么意思 勾就是勾渠 勾也就是细小的水道的意思 其实这个里边有深刻的含义 勾细小的水道 这里暗指什么 暗指妇女的阴道 古人不会把这个妇女阴道 标在穴上 它是很禁忌的 但它会隐藏在里面 为什么这里说离勾 为什么虫子会在勾这块爬 就告诉你这个穴位 是治疗女性阴道 骚痒的 所以你要点这个穴位 妇科的什么 这个月经不正常 还有这个白带不正常 还有这个月经湿疹 都会揉这个 这个梨沟穴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再说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妇女更重要 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在肋骨的边缘 咱们找这个穴位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手贴在脸上 肘肩的位置 就是大概张门的位置 张文章的张 古代的意思叫什么呢 就是贵重的材料 张门 就是贵重的材料的门 那什么是人体 贵重的材料呢 五脏 是五脏连接五脏的门户 这个穴位可以通达五脏 它可以调节五脏的功能 所以你按这个一个穴 就可以调节五脏之间的协调了 而且张门穴 是脾经到木穴 什么叫木 就是那个木棘的木 木是什么意思 就是聚集起来 所以脾经的功能的气血 会聚集在这里 所以它是人身体八大药学之一 它有什么功能呢 你敲打这个穴位 你就可以疏干健脾 把肝气预结疏散掉了 然后可以把脾的功能增强了 大家知道脾是管蕴化的 管消化食物的 管生血的 所以你敲一个张门穴 就可以疏干健脾 而且对于妇女来讲 可以防止什么呢 乳腺增生 可以防止妇科的任何问题 都是走这个干净的一条通道 另外一方面 它还有减肥的功效 为什么会有减肥的功效 因为你敲打张门穴 它可以增加胆汁的分泌 胆汁分泌多了 人体消耗能力就强了 它可以把人体多余的脂肪消化掉 所以这个穴位尤其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